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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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繼續呢 我們就介紹胸皮 心痛 短氣 併麥症第九篇 金貴第九篇 這一篇呢 大家如果能夠讀通 處方能夠應用的很好 所有的心臟病都可以治好 這個我常常 我有一次啊 有個病人 當場被我臭嗎 他那個病的心臟有半膜病熟不行 大概很久了 大概十年了 那一直在吃控制性的藥啊 那到我手上一下就好了 他說我很高興的 西醫檢查出來我心臟好很多了 我想是我吃了這個十年的西藥 當場就被我臭罵 我怎麼罵他 你們不曉得我有多霸氣 我說我告訴你 全美國沒有醫生治療心臟病比我強的 美國有個心臟病之父 他一生呢開胸開一萬多人 美國人心臟病的醫生 心臟科的醫生都知道 尊稱他為心臟病之父 他死掉以後呢 在他的墓碑上面 叫他太太刻一句話在上面 世界上治療心臟病 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開刀 就是他血刀 作為去查證這個事情 所以心臟病你開刀根本沒有用 他開了一萬多人 他可以講這個話 他死掉以後再講 他留在墓字名上面 你看 因為死了人之將死 其言也散嘛 他就留下這句話來 作為去查證這個事情 需不需要開 不要開 君主之關 我們知道心臟病速度非常的快 快到什麼程度呢 今天就要告訴諸位 可以快到什麼程度 那真的是立竿見影 那病人得到心臟病的人 嚇了就把他嚇死了 那對我們金方來說 治心臟病是最快速的 有時候比感冒還快 比感冒還快 那諸位一定要掌握到這個訣竅 掌握到這個訣竅就好了 一點都不難 好 所以諸位首先看 好 第一個 賣上面看 賣當取太過與不急 你說賣太過了還不急 好我們賣的一席四字 過和不急的定義是什麼 一到四 正中間是五 中一對賣的定義 賣的定義 賣的定義 當你一席 這個一席不是病人的一席 是醫生的一席 好 你在摸病人的時候 不是看他呼吸啊 哪那麼 剛好你的病人是氣喘怎麼辦 對不對 他呼吸很短 好 那你不能那個依據病人的呼吸 要依據你的呼吸 所以一席 你的一席一呼 病人的脈跳不下 這個做標準 好 到七 到三 這個呢 慢慢加快加速 就是熱 到了八下以後 到十下 就是兇 快死掉了 當你三下以後 到了兩下 掉一下 這個一下兩下之間呢 就已經死陣了 到這個九下到十下中間呢 都是死陣 死陣 這是一席五字式 正常 他說 賣當曲太過與不急 太過就是超過了 不急在這邊 太過超過七下 太過 從脈症上面 來看的時候 如果這個病人來 你不管他是心臟病 不管他是肺癌 肝癌 或什麼病 你摸他們脈 老師他一起跳七下 就你幫他吃了兩個禮拜以後 跳八下 再兩個禮拜以後 九下 完了 好 這病人就差不多了 你如果是 智慧了 老是他跳四下 七下到六下到五下 脈會回頭 就是代表 好 變成好轉中間 這樣你了解我意思了 好 還有一個呢 是 結脈 這個結脈來的時候 這個脈好像有繩子在上面 打結 一條繩子 你上面打很多結 然後你摸上去的時候 一結一結 有個洞洞洞洞在這邊 結脈 這種呢 都是心臟都有問題的 心臟都有問題的 這個是太過 不急呢 代脈 比如說他跳跳 這個人跳跳 停停跳跳 好停停 好 那在 皇帝內經 他就下定義了 我們允許呢 心臟跳五十四下 停一下 這是正常 所以你摸到病人 你這個病人脈 怎麼心臟那個脈 會停一下 好你就計算 五十四下以上 停一下 是常態 你如果說 每五下 一子 好 很準時 每五下就一子 每五下就一子 在 皇帝內經的定義呢 就是說 你的心臟還可以用五年 好 那老師那十下一子呢 就是還可以是用十年 這意思就是這樣 好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心臟 胸皮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有這個概念 好 那本來是十下一子 吃了你的藥以後 變五下一子 二兩下一子 好 就心臟就不好了 好 那你吃了十下一子 就變成十五下一子 二十下一子 好到五十四下一子 可以了 你不用了 藥就不用吃了 你好了 所以當個醫生 你要很清楚 病人的病情在 轉好還是轉壞 對 第一條 從這邊 光光是 太過於不急 你就可以知道病人的心情 光是賣疹就知道了 好 這樣了解吧 好 所以過於不急 好 所以 知道正才以後 過於不急 揚為陰玄 我們講揚脈 講的是寸脈 齒脈呢 講的是陰脈 什麼是胸皮痛 你不要問他 你一摸脈就知道他心臟胸痛 那老師怎麼知道 羊為陰玄 陰脈是玄的 玄代表水 羊脈是圍的 代表非常的火非常的 羊非常的 羊呢 非常的弱 好 當羊很弱的時候 水會往上衝 水會往上衝 好 水會往上衝 好 為什麼往上衝 小腸的火 大腸的筋 當你心臟在這邊 心臟一熱 心火一熱到小腸裡面 水是氣化上來的 像蒸氣一樣 所以你回家對著鏡子 你說老師 我不相信是氣化 你回家對著鏡子 喝一口氣就看到氣了 平常你不喝氣看不到 你喝下去就看到 正常的水上來是氣化 但是有一天 溫度不夠的時候 水是水 水就是水上來 當水上來的時候 這水是含水 就好像汽車引擎在那邊熱 你就給你倒從水上去 引擎倒上去 好 胸痛 這個胸痛呢 就是太寒 這個水會 水不是氣 造成這樣 胸皮而痛 所以然者 擇其虚也 什麼是虚 陽虚嘛 陽虚 今陽虚之在上交 所以胸皮心痛著 以其陰玄固也 這就是講水系上來 是心陽不足 好 平人呢 無寒熱 短氣不足以息者 失業 這個意思就是說 正常人 沒有什麼寒熱 好 什麼病都沒有 但是就是常常會 短氣不足以息者 好 就是一走路 或者常常會呼吸很短 好 感覺呼不過來氣 好 這種就是失業 就是有問題 好 有實證 好 來 好 好 這個呢 我們要去分 胸為陽 負為陰 老師為什麼要去分 我已經講過了 陽就是陽藥嘛 陰就是陰藥嘛 好 來久為止吧 好 其實你還沒有開始 治病的時候 心裡面在想的已經 好 知道怎麼調理他了 好 周圍看 胸皮之病 喘息可拓 拓液會很多 胸背痛 短氣 寸口脈 沉河池 關上小井樹 好 就是 瓜樓 蟹白 白酒湯子 這 你的白酒呢 過去 金方家用的就是 就是 白酒啊 高粱啊 中國是喝白酒嘛 好 這種 實際上 這個白酒最好用的是 甜酒量 甜酒量 這位跑到三多酒爐去吃 酒糧蛋 對不對 雖然我不喜歡吃 但是沒有 吃過豬肉 也看過豬走路嘛 甜的酒糧 甜酒糧因為它色白 色白入肺 同時呢 辛香 辛香是發散 中醫的 藥的藥性 藥的性 辛香發散 為陽 對不對 酸苦 湧瀉 白勺是酸苦 湧瀉 為陰 陰陽就區隔出來 這個地方呢 我們用刮螺絲 和 切白 這位有空 如果 去看看我們神龍本草經 有介紹過 刮螺絲 刮螺絲的樣子呢 就是 長得就像心臟 長得就像心臟 比如說 這是一個 刮 這個刮我們種切了以後 橫切下來以後 一塊 這一塊沒了 當你把它切掉以後 我們一般的刮螺絲 切是這樣一片片切下來 那中間呢 就是這樣有一片 好像有心事一樣 剛好 長得就像心臟 這金方在取 刮螺絲的時候 還有刮螺絲 刮螺絲就是天花粉 是我們的柔鏡 柔鏡的時候用的 刮螺絲呢 是入心臟用的 好 心氣 心氣 鬱結的時候 心氣 不能夠疏散的時候 鬱悶到的時候 我們會用刮螺絲 如果 白話 講什麼意思 如果白話 說老師這個心氣鬱結 不容易懂 白話來講什麼意思 我們在治療心臟病的時候 西醫說 你這個人二肩半膜 必所不全 三肩半膜必所不全 好 中醫的觀念裡面 我現在講給你聽 你拿個塑膠盒 這個塑膠盒很軟嘛 上面一個蓋子蓋到 如果周圍的環境呢 都沒有改變過 永遠是恆溫 溫度激壓 這個盒子一直在這個地方 一百年它也不會變形 對不對 有一天呢 像我就很皮壓 我把下面的盒子一壓 結果下面的盒子變成橢圓形 蓋子還是一壓 西醫一看 哎呦 你看漏個洞啊 必所不全 這個不對了 不合了 對不對 Size不對了 西醫就抓隻豬 或抓隻牛來 把那個半膜 反正牛和豬的命都不足 反正都吃了嘛 把半膜拿過來 把它解成那個心臟放上去 你看合到了 手術過了以後合到了 就碰到我啊 我說哎呀這個是心臟下面有壓力 又濕太剩了 一放把治療 處方一下去 把這個絲一卸掉 心臟變回原髒 變回原壓 正常了 結果半膜不對了 誰闖了禍 所以說先找從一看 這個刮樓石呢 就是能夠讓心臟的蛋膜結構 心臟結構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刮樓石 老師你怎麼知道心臟結構有問題 第一個 背後第五椎的時候 有壓痛點 第五椎心臟有壓痛點 第二個呢 心臟結構有問題的時候很好玩 它這個心氣會往上受逆流 病人會背痛 向強背痛 那每次坐個飛機下來 不管是台北到高雄 或者是台灣到香港 下來飛機以後 背就很難過很痠 需要去按摩一下洗暗 按摩一下會比較舒服 再加上第五椎心 這種都是半膜必鎖不全 這個時候呢 你都得用刮樓石 刮樓石 這個刮樓石你放膽的用 你說老師一枚 那我用兩枚可不可以 那刮樓石本來就不是毒藥 你有沒有聽過吃刮樓石死掉了 沒有吧 好沒關係 這是一個刮樓石 為什麼要用蟹白 蟹白這個藥你打開來聞到 老師這個大蒜嘛 根本就是大蒜 是不是大蒜 不是大蒜 蟹白的味道就是大蒜味 你如果你的藥 往裡面拿出來蟹白 沒有大蒜味 你根本就是 不是蟹白 可能沖白或什麼 我不知道 Anyway 就是要有大蒜的臭味 蟹白這個藥呢 能夠入肺也是一樣 好白的入肺 因為它心臭 心臭 心臭 那加上白酒這個藥 白酒呢 就我剛剛講 甜酒量 心香發散 那病人呢 這個 心痛測背 背痛測心的時候 刮螺絲下去 心臭的結構會回來 好 蟹白下去呢 它能夠敵痰 去絲 蟹白最主要的功能 心包有痰 好 心包有痰 所以心包有痰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痰 都以肺為主 找那個心臭的 能夠去它的心包的痰 配上 刮螺絲 然後讓心臭的結構回來 然後甜酒量呢 發散 所以吃下去 心臭一發散 這個痰就咳出來了 好 因為在心包膜裡面 那你如果說老師 在肺裡面痰 我們有很多啊 我們有麻腺幹石湯 有天津偽禁湯 老師很重的痰 我們有造假丸很多啊 可是它只是清 這些處方只是清肺裡面的痰 清不了心包的痰 好 所以這裡講的 胸痰之病 喘息可拓 有唾液出來 胸背痛 就是因為心包裡面有痰 心包裡面有痰的時候 病人就是這樣子痛 人家的剖面圖 我畫一個比較強壯的人 肚子 心痛側背的時候 從心臟 這個痰中的地方 痰中穴 痛到背後去 好 這種痛感呢 就是痰在心包 這就是 胸背痛 好 寸口脈成何詞 就是寸口去 陽脈 因為這個有痰在裡面 陽氣沒有辦法 伸張 有痰獨到 好 好 那觀上小景術是因為 下礁的音上來了 會影響到 經過宗教會有 產生這種現象 這個到其次 好 所以你只要看到病人呢 喘息的很厲害 心痛側背 呼吸短氣的很厲害 這個時候就知道 已經知道 它是瓜螺蟹白白酒醣症 那瓜螺蟹白白酒醣症 我從回頭講就是 第五罪一定會有壓痛 好 臨床上我用瓜螺蟹來治療 瓜螺蟹蟹來治療非常多的 半膜必所不全 好 二間半或三間半都無所謂 處方是一樣的 好 好 那你說老師 那這種心痛測備 好 那你在藥房裡面還在熬藥 比如說我們這個病人 外周進來我們在熬藥 病人在裡面沒事幹啊 沒事幹 你在裡面幹嘛 躺到床上下針 公孫內關衛心胸 然後你在下針下天突 拒缺官員 天突拒缺官員 在這個針法三個穴道 針法是從黃帝內巾裡面來的 針一下去的時候 當場 心氣就打開來 然後二十分鐘以後 背後 第十錐下 你就會壓他第十錐 他就會痛在第十錐 因為你針下去以後 這個心欲結的心氣呢 就會 停留在第十錐的地方 正好在膽的地方 因為心胞跟膽是相交的嘛 這個心胞 你心臟不斷地搏動 造成心臟的 因為搏動 這個搏動呢 會讓心胞不斷地搏動 那心胞呢 心臟 心胞 包膜 這個心胞膜 這個油條神經直接落到膽 所以當你心臟在搏動的時候 蹦蹦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 這個包膜這個 心胞膜這個神經呢 就會刺激到膽 一壓 好像那個香水一樣 一噴那個蓋子 一壓那個蓋子 香水就噴出來 所以我們膽子出來的 分泌的膽子這樣 蹦 膽子出來的速度 是心臟的速度 是一模一樣的 好 膽子心臟跳一下 膽子就衝出來一下 所以膽子不是一直噴出來的 好 是不斷地斷斷地吸血噴出來的 這樣子 這個處方就是治療心胞 心胞的痰 那心胞老師 你怎麼知道心胞有痰 這就講了 胸背痛 短氣 好 好 所以回頭 再看我們後面的條片 就慢慢慢慢 之後就了解了 越來呢 剛開始前面那個 瓜樓泄白白酒湯症 是比較淺的心臟病 越來越重了 當你的胸痛 胸痰 到了不得我 躺不下去了 好 因為這個前面的醫生 不會用金方嘛 好 這個病人呢 不得我 不能躺下去的 心痛側背著 瓜樓泄白 半下躺 這個心痛側背呢 好 會從心臟直接通到背後去 有時候腎肉主義痛回來 這個已經到了 不能躺下去的階段了 好 這個就嚴重了 好 就嚴重了 那 到這個時候呢 你的EKG 如果在醫院裡面 好 查心臟或者 那種stress 他們叫stress test EKG 還查不到你心臟有問題 好 還說你很好啊 好 我們這個 這個 過去呢 這個 有一位檢察官 他 31歲 那他就是心臟側背 背痛射心 那 檢診官在台灣的政府裡面 都是每半年要提檢一次 要規定體檢 好 要人才嘛 保留人才 那半年他就要去體檢 他每次都跟醫生說 我心臟側背 背痛射心 醫生查你心臟很好啊 你那個EKG什麼 都很正常啊 就查完有一次 剛剛體檢完兩個禮拜 她跟她太太 她太太在四華銀行做事 那有一天在11月份在 園東百貨 就在晚上 周六晚上在那邊買東西 突然先生就把新賬名堂下去 當場倒到地上 然後臉色由 紅轉白轉長 然後轉黑 就這樣走掉 31歲 就是因為 庸醫 碰到我們金融方怎麼會出事呢 這個廚方用了很多 刮樓池為什麼要用半下 也是一樣低彈的功能 它心痛測備 配動車心的時候 它不能彈下去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一彈下去的時候 一彈下去彈會往下走 彈量很多 量大了 比剛剛量還大 這次光靠洩白排不出來 這個時候不能排完 要重用半下 半下聚彈的力量也很強 半下跟刮樓池配合在一起的時候 進入心臟的心胞 再配合蟹白 其他是白酒 所以說 這個廚方跟剛剛上面那個廚方 唯一的差異就是加了半下 因為它痛得已經彈跡了很多 這個時候趕快要清掉 不然的話就要等到發心臟病 你如果不相信中醫 你相信西醫 哪天你死在心臟病上面的時候 我們在國外就常常發生這種事情 你相信西醫 然後早上的時候 西醫就相信儀器 這個用醫啊 真是用醫 不相信病人的陳述 相信儀器 早上的時候病人說心臟痛 痛得要死 心痛撤飛 然後跑到醫院自己去開車 因為還可以開車 開到醫院去掛急診 跟醫生說我心臟痛 醫生說你怎麼知道你心臟病對不對 我幫你檢查一下 看了EKG就很正常 醫生他把病人湊罵了一頓 把病人趕回家 結果持續的痛 痛到晚上實在受不了了 他又開車回到同家醫院去 同一個醫生同一個儀器 再跟醫生陳述 這個時候醫生一看他臉色都變了 知道他缺癢了 再一查說你有心臟病 同樣再放在EKG的台子上 病人很火啊回頭講 我告訴你早上就告訴你 我心臟病了 結果你不理我 現在害我白跑一套 噗斷血了 生前最後一句話就是剛剛我講的 一個月還發生好幾次 你說這個醫生是不是用醫 聰明的人呢 我們犯一次錯誤 不要犯第二次錯誤 如果今天我們當個醫生 病人是死在我的診療室裡面 是我因為乳癌 我做了化療病人死掉了 我絕對不會再用第二次 你一用再用一定有問題 為什麼 錢 一定是為了錢 我最痛恨的 可以不要 四味藥那麼簡單 沒有一味是毒藥 你家裡沒有大蒜 拿蟹白當大蒜炒炒菜也可以 這有什麼難的 炒完菜以後有痰了就吐痰 沒有痰了就吃到吃大蒜 對不對 無所謂嘛 對不對 經濟方裡面哪一個是毒藥 沒有一個是毒藥 這個伴夏是治過的 也不是申伴夏 我們治過伴夏去去談 申伴夏是去 有水飲的時候 我們用申伴夏 沒有一個 這甜酒量 我們在煮酒蛋 那個甜酒量 酒量蛋不是很好吃 對不對 有什麼不行呢 不信 好 不信的為什麼 因為影響到他的利益 太簡單了嘛 好了從此就心臟病的藥 沒有人藥了 對不對 我告訴諸位 這是最好治療 最容易 最好治心臟病的藥 那我們知道這樣之後 病人在煮藥 沒關係 我就是平常是真藥在那邊 我們在煮藥 病人躺在床上面 真下去他心臟車臂已經沒有了 心氣已經散開來了 回頭煮完藥 再給他治下去 吃不當天就好了 經方這種治療這種病 一劑之 第一碗下去就知道了 效果就那麼好 所以臨床上面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看到的病人 這個狹心症 西醫講的狹心症 諸如此類的 你可能會聽到很多的病名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症狀一樣 通通可以用 通通可以用 那無一例外 沒有一個不好 這個處方呢 也是一樣 我們心臟病就分幾種方式 胸痞 胸悶 心痛 心中脾氣 心中就是講胃的地方 諸位記得我在講 山哈論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提到過 講到心中的時候 講的就是胃 胃的位置 胃的位置 這個胃裡面有脾氣 氣結在胸 這個條片呢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上課 再繼續講這個條片 有同學問得很好 我這個白酒 一抖 你不要拿一個抖 倒下去 那病人喝醉了 心臟病還沒治好 病人先醉了 這個白酒 甜酒量大概 我們平常加的時候 就兩個湯匙 兩個中國人喝湯匙 湯匙就可以了 兩個湯匙下去的時候 我們是六碗水煮兩碗 也就是說 一碗差不多一個湯匙的 那本來甜酒量 就不會是像獵酒 像你家二鍋頭啊 這個高粱啊 那麼兇對不對 兩個湯匙就夠了 平常我們大概一碗裡面 大概一湯匙的量 也就是說 你如果其他的藥 開得比較重 你用九碗水煮三碗的時候 這時候加了三個湯匙下去 這是一般的劑量 這裡呢 接著看 胸痛 胸痞 心中痞氣 就是胃 胃裡面不舒服 常常我們中醫在說 我們治心臟病 心臟病發了的時候 都有肩有的胃不舒服 胃痛 心中脾氣 氣結在胸 胸滿 斜下逆搶心 這個湯方呢 只是洩白 桂枝湯組織呢 是胸斜這邊呢 肚子 這兩個肋骨 這是胃的地方 從胃裡面 脾 悶悶的 脹痛很難過 然後心痛的時候 從斜下這邊 往上 直接衝到心臟 痛是這樣痛過來的 一般來說 這種呢 都是比如說 縱隔 縱隔膜 這個發言 西醫的 這個 從旁邊來的 對不起 橫隔膜 橫隔膜 那心痛測背 大概我們 胸腔裡面 有個縱隔腔 在縱隔腔上面呢 彈在這邊走的時候 這就是 心痛測背 這個講的 斜下逆搶心 就是橫隔膜的地方 有發言 彈癮呢 並能感覺到 痛是從胸肋這邊 往心臟的方向 痛過來 好 那我們 儲方呢 金方呢 用的是 這個儲方 這裡有兩個儲方 一個是 紫石 洩白 桂枝湯 另外一個是 後面的是 人參湯 好 這兩個 同樣都是 胸脾 一個是 紫石鎮 好 一個是 虛鎮 現在講的呢 這個唐方是 石鎮的心痛 好 石鎮 張仲錦呢 在金方裡面的時候 用到很多地方 用到紫石 陳其湯 也用紫石 好 那 心痛 心脹 心滿 胸滿的時候 也用紫石 之後去藥房 把紫石拿出來看 像那小的金橘一樣 乾的橘子一樣 這個小小的一片 然後 有 也是變成這樣 好 裡面很多 像橘子一樣 一片一片的 種切開來看 就是這樣 紫石 那 洩白 還有桂枝湯 好 各位看 紫石四枚 洩白 桂枝 厚骨 瓜樓石 用到紫石跟瓜樓石 同時 用在一起 這兩個 看起來 瓜樓石比較大 但是顏色是白的 紫石呢 顏色 它比較小 顏色比較暗 所以紫石在心臟上面 瓜樓石在外面的 心包膜上面 兩個都是心臟 但是一個在心包上面 一個在心臟上面 在心臟上面 那 這裡用了桂枝 胸 心癖的時候 心中癖氣 我們用桂枝 來形陽 讓陽氣 能夠發散出來 所以常常 胸口悶痛 悶痛的時候 心裡面悶悶的 我們開個廚房 都好了 什麼都很好 就是悶悶的 很難過 心陽 心陽不足 所以我們要形陽 這個時候 加點桂枝下去就好了 所以桂枝 加一點點 下去就可以了 好 那 厚蒲呢 跟紫石 這兩個藥 在陳氣湯裡面 會用到 厚蒲呢 行氣 行氣 那紫石呢 好 紫石入心 入心 入心的話 它就會入小肠 所以 陳氣湯 小陳氣湯 大陳氣湯 裡面都會用到紫石 因為它入心 同時能夠入小肠 所以我們會用到紫石 在土方裡面的時候 紫石呢 能夠生小肠的 精液 能夠生小肠的精液 那有桂枝呢 這個藥呢 桂枝呢 我剛剛講過 人的行陽 除了治療胸悶以外 它可以把心臟的火 往下倒到小肠裡面來 就是靠桂枝 靠桂枝 所以我們在強心的時候 壯心陽的時候 我們會用桂枝 當你知道這個 先來請問你 我們中醫的觀念裡面 一直認為 奶水就是月經 好 現在一個太太小姐呢 心裡面很誤主 壓力很大 結果呢 奶水它沒有辦法 完全下到子宮裡面 變成月經 多餘的奶水 停在乳房裡面 停久以後 這是產生乳癌的原因 所以呢 這個時候要用什麼 桂枝 所以桂枝 加強勳造的力量以後 就可以把這個充賣 這個多餘的奶水呢 從乳房裡面 直接順著充賣 所以陽明精 直接倒到小肠裡面來 所以主力是桂枝 對不對 桂枝要勳 當然 當你裡面 堵塞到的東西 我們還可以加一些藥 把它清出來 但是主力是 在櫃子上面 主力在櫃子 那 謝白呢 剛剛介紹過 能夠去痰 去痰的力量 力量很強 那這幾位要加在一起的時候 最主要就是 食症 同時呢 胃裡面 藏滿 所以 厚蒲這個藥呢 是能夠行胃器 我剛剛講 厚蒲生薑 拌下 人生 甘草湯症 這個是 胃裡面 藏氣的時候 我們常常用 厚蒲 厚蒲 所以說如果說 病人同時有腸胃的問題 有胸 胸胃胸氣 鬱結在胸口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這種的心臟病呢 就用紫濕 謝白 桂枝湯 第二種呢 人生湯 人生湯呢 實際上 這個人生湯就是 你看後面的廚房 人生 甘草 甘薑 白竹 這就是 禮中湯嘛 人生湯是用在 虛正的時候 胸胸 實陣的胸胸 變成 劇痛 很痛 刀刺的痛 劇暗 暗都不能暗 虛正呢 是腸胃的功能不好 腸胃的功能不好 造成心臟的 好 心癢力不順 好 好 心臟在這邊 腸胃在這邊 當腸胃虛弱 虛弱的時候 虛弱的時候 心氣就沒有辦法增長 因為腸跟心臟是互為表裡的 所以當你腸胃功能不好 自然而然會有胸悶 但是這一種 虛正的胸悶 會不會引發心臟病 不會引發心臟病 虛的不會致命的 那虛的 隱隱作痛 它不是很 劇烈的刺痛 隱隱作痛 好 當然面色會比較苍 好 同時洗暗 按摩一下 它很舒服 真正的心臟病的時候 你按它 它會很痛 會更痛 這是李宗湯 那你呢 看你怎麼開 比如說你用人生三弦 甘草都是三弦 這個是等量 通通是三弦 三弦加起來也沒有多少 你可以用 比如六碗水煮成兩碗 一天吃個 每三餐飯前吃個半碗湯 一天吃三次 那你人生加到五千 甘草五千 通通五千的時候 你可以用九碗水煮三碗 看你怎麼做而已 那你如果偷懶一點的話 你人生五千 通通五千 然後你十二碗水煮成四碗 然後就神煮很多次 一次給它煮完 對不對 好 那個很多人就是太太很好玩 這個中醫不是三碗煮一碗 我說對呀 那你煮兩次 不是六碗煮兩碗 很快一次煮完 不是很好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兩個呢 一個是時症的胸悶 一個是虛症的胸悶 兩個都是腸胃造成心臟的問題 所以只要腸胃不好 你只要聽到 病人說我心臟很舒服 胸胸不舒服 胸悶悶悶 但我肚子也胃裡面很不舒服 一聽到就知道 剛剛那個處方 所以這是腸胃造成的 這個接下來呢 這個胸痞 它是胸中氣塞 短氣 茯苓杏仁甘草腸 像這種氣悶呢 用到茯苓杏仁甘草腸 都是緩痛 就不會很強烈的痛 緩痛 好 都是緩痛 這裡呢 提到杏仁甘草腸 我們有一 上一節我們在談論到 肺裡面有 濃陽的時候 畫龍的時候 彈出來的時候 黃酌的彈的時候 有人提到 麻辣性甘食湯 跟偽禁湯 差異在哪裡 麻辣性我們用到 杏仁呢 基本上杏仁都是潤肺 因為肺又煮皮毛 杏仁又是色白 辛香的 杏仁很香 這個入肺 所以吃杏仁可以保養皮膚 它入肺是潤肺的 所以一定是用在肺的燥 比較燥 使用 麻辣性甘食湯 配在一起的時候 是一般的 只是咳嗽 那彈很容易出來 一咳就出來 黃酌很容易出來 等到你要用到 偽禁湯的時候 必然咳嗽得很 喘氣得很厲害 呼嚕呼嚕很大聲 然後彈不容易出來 但是有彈在裡面 舌台一看又是黃絲的 知道有彈在裡面 必然呼吸 你可以聽到 氣管裡面很多的彈聲 但是 好 那一彈又咳不出來 這個時候 就是 先去偽禁湯 好 那偽禁呢 為什麼要用偽禁 偽禁呢 一根一根的 直直的 好 它像肺的氣管一樣 好 身在水裡面 好 所以它能夠 好 通 這個肺的氣 非常的強 好 這就是它兩個 稍微不太一樣的地方 好 那 好 這個 冰床上 我們在 這個緩痛 胸中氣山 悶悶的短氣的時候 伏林性能干草腸 是用在 心臟有积水的時候 好 用心臟积水的時候 處方非常的簡單 好 非常的簡單 這個浮林呢 它能夠溺水 我說心臟积水 並不是真正的水停在心臟裡面 而是這個水在心包 的周圍 好 在心臟 包圍在心包的周圍 停水在這邊 好 這個 好 這個 那我們靠浮林呢 把水瀝掉 好 加一點點杏仁下去 為什麼 因為 杏仁能夠潤肺 好 我們在 瀝水的同時呢 同時去潤肺 就不會把 肺裡面的經驗 好 傷到 所以我們要去 這個浮林甘草 實際上 主力是浮林甘草 這個浮林甘草兩個配在一起的時候 好 注意看 好 這個浮林甘草兩個配在一起的時候 13比1 你如果是 浮林是 6000 甘草是2000 好 那 這個 甘草跟浮林呢 好 能夠把 這個心臟裡面的水排掉 老師你怎麼知道 心臟裡面有积水呢 那很簡單 你摸他的胸 那個寸脈 寸脈 好 寸脈是弦的 寸脈呢 指的是我們胸羊的脈 好 一定是第一個 寸脈是弦的 好 像其他弦一樣 細細的 弦 就是水 好 第二個 這個 胸臟裡面有积水的時候 病人的痛 是隱隱作痛 好 並不會像胸皮那個氣 感到胸痛側背 背痛側腥那一種痛 好 第三個 只要有水 只要有水 好 病人一定不渴 好 不會口渴 好 那 第四個 有水的時候 病人呢 一躺下去 躺平的時候水會動 好 會胸悶會增加 水會移動 好 很多地方都可以知道心臟裡面有积水 好 經方裡面 以這個處方為主 好 心臟裡面有水 好 後面這個呢 橘子 生薑湯 好 這個是 跟它稍微不太一樣 橘子生薑湯呢 好 也是有胸中氣塞 好 胸皮胸中氣塞 短氣 但是橘子生薑湯呢 是清除肺裡面 好 肺裡面有機濕 好 會用到橘子生薑 好 是有濕潭 堵在心肺的中間 好 這兩個 有一點差異 好 好 過去呢 橘皮 最後呢 有一天 你哪天 這個打嗝 好 吃東西打嗝不止 打嗝不止的時候 你就跑到菜場去買個橘子來 好 這個沒有橘子 老師剛好沒有橘子 柳丁就買個柳丁來 好 沒有 老師還沒有柳丁 買個葡萄油來 好 好 反正就找個橘皮 新鮮的也可以 最好是新鮮的 好 然後橘子 你把皮剥了 好 皮吃 好 肉留給爸媽媽 應該是很孝順對不對 皮拿回來 你看我吃皮 你們吃肉就好了 把橘皮呢 放兩片生薑下去煮起來 那個湯是橘紅色的 一喝一口下去 那個隔就止掉了 那有隔氣的時候 打嗝的時候 橘皮生薑 是很有名的一個廚房 那這個橘皮呢 是心相發散 我一再強調 你只要看到心相發散 都是羊 好 那紫時呢 能夠立胸膏 立心臟 所以你如果把這兩個 這個要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可以解除出來了 好 這個心相發散 是微羊 是胸羊 對不對 那紫時 通立心臟 所以它這個廚房 也是在 好 一定在心肺之間 心臟和肺之間 有一些屍體在那裡邊 所以才會叫 這樣子開的廚房嗎 好 那你如果哪天忘掉了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因為你看到那個鎮的時候 你一開出來就是這樣子 好 那在137頁上面呢 我講得很詳細 好 把這個弗林 性能乾燥湯 還有橘子生薑湯 好 都講得很詳細 這個 在接下來的這個條片呢 他說胸癖 緩疾者 最難懂的就是緩疾 這個緩疾的意思就是 隨氣候而改變 好 比如說西醫說 這個風濕性心臟病 你氣候一變冷 它就開始痛 氣候一回溫 它就好了 所以時常 好 時常會壞 有時候發 有時候不發 好 胸癖 來 用 以負子 如果解讀 處方的時候 負子是去寒 一人是不是去濕 所以這個病人一定是寒濕嘛 所以才會有這個處方出來 所以你要反過來想 當同氣相求 氣候 當溫度下降了以後 寒 就帶來有濕氣的時候 就會引發這個病 因為病人本來就是 有寒濕在身體裡面 所以溫度一改變 它開始就發病了 空氣裡面的 失態腎 也會引發 所以時好時壞 這叫胸皮緩疾者 在臨床上 我們治療西醫講的 風濕性心臟病 這兩位要就夠了 一劑之 二劑之 好 那使用的時候是等量 好 等量 你看它怎麼使用的 好 一人呢 十五兩 它大副整 你不管它幾兩 十枚啊 怎麼樣 它是兩味藥 把它打為散劑 是用粉劑來吃的 不是用湯劑 你不要去煮 把它打兩個是等量 那每次呢 是一個湯匙 湯匙就是 我們現在喝的湯匙 平的湯匙 一匙就好了 一天吃三次 那這種風濕性心臟病 只要 隨著氣候改變的 氣候一變 心臟痛 統統可以用 大家在治療心臟病 有個訣竅 治心臟病呢 一定要記得提醒病人 保冷 被子少蓋一點 衣服少穿一件 那老師 很多人就是心臟病 穿得比較溫暖 怕發心臟病 本來穿得多 他就說錯了 要冷 我治療心臟病的時候 我就會跟病人說 我開始今天幫你治療 下完針 你現在開始每天都好 用冷水去沖腳 每天晚上睡覺前 或者有空 沒事在那邊 好 沒有事情的時候 電視著好看你 跑去沖 用冷水沖腳 那 他說為什麼 因為你冷水 一沖腳的時候 那個冷的一刺激到腳 腳是離心臟最遠的地方 剛開始一兩分鐘 一兩分鐘的時候 覺得水很冰 但是你一直在 那個水來冰水去沖腳的時候 心臟會收到訊號 太冷了 心臟力量就會 心臟自己會刺激 刺激到心臟 心臟就會開始搏種 把熱倒到腳上去 所以你同樣是冷水 你不斷地沖 一兩分鐘 一分鐘 兩分鐘 到第三分鐘以後 你以為水是熱的 然後你再去摸 水還是冰的 可是你感覺到 水沖到腳上是熱的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刺激他的心臟 讓心臟自己來痊癒 夏天的時候 你用洗冷水澡 冬天的時候 叫心臟病的病人 去洗冷水澡 實在是折磨 用冷水沖腳 夏天的時候 最好洗冷水澡 所以治心臟病 要保冷 保冷 所以很多人呢 冬天到出外 心臟病的病人呢 少穿一件外套 就不容易得心臟 不容易發心臟病 反而你把身體包得太軟 反而容易得到心臟病 就都狂帝內經的 好 這個呢 心中癖 就是胃裡面難過 胃不舒服 胃碗裡面 感覺老是胃 有問題 朱利 心懸痛 這個如果 應對到西醫來說的話 臨床上看西醫 講個心包炎 就是病人會跟你陳述 我的醫生很奇怪 我的心臟 懸在空中一樣 放都放不下來 懸在那裡 就是我們講的 桂枝生薑 紫食湯 紫食湯 實際上就是 心包炎 桂枝呢 它能夠行胸癢 能夠把心癢 能夠打散開來 紫食呢 能夠入心臟 生薑呢 能夠把絲 這個水排掉 對腸胃非常的好 所以 當你用生薑和紫食下去的時候 心中癖就去掉了 因為這個生薑對胃非常的好 那這個藥呢 比如說 好 你用這個桂枝跟生薑 它講的是等量 好 紫食加重 所以諸位從前面 看到這裡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只要有心臟 不管是懸痛 胸悶 心痛 都會用到什麼 紫食 好 所以我前面在三行論的時候 我就跟諸位講了 張仲景用到胸滿 心臟痛 胸滿的時候 一律用紫食 好 腹滿的時候 一律用 這個 後補 肚子腹痛的時候 一律用白燒 好 諸位按照這個原則 慢慢的時候 處方的開出來 就會 完全是金方的處方 好 這是 好 很簡單的一個處方 現在這個處方就 問題來了 最嚴重的 心痛側背 背痛側心 當病人在持續的 胸痛 痛到後面去 從 寒中 痛到後面第五椎 沒事就從後面再痛回來 來回要痛來痛去 穿心痛 這個症狀出現的時候 大概半年以內 一定發心臟病 發心就走掉了 走人了 好 那 這個是為什麼是這樣子 是因為 這個心痛側背背痛側心 心 心臟這邊 它是在我們的 重隔槍上面 是痰 痰 痰 痰呢 很腎 非常的腎 所以 你身體一動的時候 它就會 穿心痛 病人會跟你陳述 好像弓箭一樣 啊 穿過去 從前面穿到後面去 一個轉身 一從後面穿回前面 摸摸 又沒有人 真的沒有人要刺你 好像有人要殺你這樣刺痛 下針的時候 當你下了準 比如說我們下天突 聚缺 聚缺 官員 這個症狀 在皇帝內心裡面 講怎麼針刺 就是針對這個而來 緊急的時候用 有的時候你還 你這個還來做完 這個玩技還要做 還沒有做 還沒有做好對不對 病人已經在心痛側肥 被動側心怎麼辦 就先下針 好 那下針了以後 然後比如說我們剛剛前面介紹過了 公孫內關 這個天突 聚缺 官員 然後你如果說回頭 在背後再砸 第十椎下 那你如果正面 老實說我後面 這個背後砸 新書 旁邊第五椎 旁邊新書 當然可以幫助它 恢復 那我們治療心臟 一定治療肺 所以肺疏也可以下針 再砸肝酥 因為治心臟 要治肺再治肝 那就針灸 這個砸完針 人群很舒服 這個時候你再去開始做烏頭刺激的丸 因為它是丸 它不是湯忌 那這個處方呢 是真正治療心臟病的主力的處方 這個問題 我剛剛說問題來了 就是在哪裡 烏頭一分泡 薯膠乾膠 一兩 烏頭只加了一點點 副紙呢 泡副紙一兩 用刺激紙 這個處方裡面有個問題 就是烏頭跟泡副紙 使用在同個處方裡面 大家開始吵架了 歷代的金方家開始吵架 烏頭跟副紙 不對 這個兩個是同一個本草 怎麼會用在一起呢 一定有問題 那有的金方家的確 我們有問題 這個可能呢 當初呢 這個竹箭刻的時候 烏子剛好刻到那一條的底下 頭子刻到那條的上面 結果小徒弟拿著 徒劍跑出去 一摔倒 摔倒以後 結果本來當中寫的是烏眉 結果到他手上 排列成這樣變成烏頭 從此千古之謎就出現了 所以啊 臨床上我在用的是烏眉 那原方呢 我們不能去變他 我還是告訴你 他上面寫的是烏頭 但是用烏眉是對的 為什麼烏眉是對的 我剛剛跟大家解釋 我們治心的時候 治療心臟的時候 我們會去治肺 同時呢 牆肝 因為肝是心之母 牧生火 對不對 牧是不是生火 烏眉是酸味的 酸如肝 所以說 我們如果是有烏眉 薯礁呢 是辛辣的 非常的辛辣 辛辣的露什麼 露肺 是不是入肺 好 乾薑呢 也是辛辣的 也是入肺 好 那 這個 腹子呢 還有刺濕子 這個刺濕子呢 過去呢 我們是 它因為它是射劑 好 射劑 射劑 肺就是指下利用的 肚子會拉肚子 用的 當病人有烏頭 這個 心痛側背 背痛側心的時候 我們知道它是 非常的濃的著痰 在重隔腔跑動 好 要把這個痰去掉 那麼濕的痰怎麼去掉 你光靠 半下 光靠 男性 不見得去得掉 那 你用造假也去不掉 因為造假是去肺裡面的痰 所以 張仲綺認為說 這種的痰呢 必須要 苦溫 才能化濕 苦溫化濕 烏梅完 烏梅就是 整個烏梅完的湯芳 就是苦溫化濕 這裡呢 我們用乾漿 塑膠 這種就是溫性的 熱性的藥 在 在裡面 同時呢 因為它是非常的辛辣 我剛剛講過辛辣 它能夠入肺 那烏梅呢 能夠酸的 苦味 酸苦的 能夠入肝臟 這就是 苦溫化濕的 原因 所以我們不贊成 用烏梅 臨床上的時候 你如果做出來的事 用烏梅放進去 泡製過 烏梅是泡製過的 量只有一點點啊 比如說你 乾漿薯膠都用一兩 烏梅 烏梅只用一錢的量 一錢的量 泡芙子呢 半兩一半 這個 刺濕子跟它一樣 你真的放到烏梅裏面 吃下去以後 效果不好 那如果把它改成烏梅 刺濕子丸 一劑就中 臨床上 我看 我看很多啊 每次那個病人來 我這邊 心痛遮背 悲痛受訊 受不了 我一看 烏梅丸給他 我就給他一小罐 你買多也不用啊 為什麼 因為好 已經好了 一小罐 吃幾次就好了 好 那他痛得很嚴重 我先幫他下針嘛 下半針之後 給他吃這個烏梅就好了 那你如果說 你做出來 你按照金方來做的話 它變成烏頭 沒有感覺 好 變成不會有 好 這個不會恢復 好 好 所以 我們從最輕的 胸皮 好 這個刮樓 謝白 到最嚴重的 最後面的 烏頭 赤子丸 好 我把它改成烏梅了 所以我在金方裡面 我又叫烏 好 這個烏金丸 好 這個烏頭赤子丸 那 從最輕到最重 好 到這裡就到頂了 沒有了 好 所以說 諸位在 臨床上 看心臟病的時候 大家把它回味一下 過去的 我們前面講到現在的 胸皮 心痛的 致症 再配合針灸來做的話 幾乎都好了 現在就缺了一樣 缺了什麼東西呢 就是 血肝堵塞 動脈血肝堵塞 動脈血肝堵塞 我們怎麼治療它 好 我相信當時 當年一定有 不曉得放到哪條片 放到哪去了 這個小毒的也該打屁股 好 這個 第一個 我們講 你怎麼知道它 動脈血肝堵塞 你怎麼知道它 官臟 動脈血肝硬化 好 臨床上 我們在看的時候 就很清楚 心臟如果結構有問題 比如說 半膜必鎖不全 或者是心理不整 或者是 心包裡面 失態腎 或者什麼樣子 就在第五椎上 有壓痛點 心臟動脈血管 有堵塞的時候 在耳朵裡面的心點 壓痛點 耳針上面 可以砸到 好 還有病人一樣 心裡面 劇烈的痛 疼痛 痛到刀刺的一樣的痛 當心臟有問題的時候 不管你是心臟 本身結構 有問題 還是 有動脈血管 有問題的時候 都有幾大症狀 第一個 病人一定是 失眠 沒有原因的失眠 第二個 大便 不規則 第三個 手腳冷 第四個 心臟痛 心胸痛 心口痛 失眠呢 因為心腸神 心肠神 当你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神没有办法回到心脏里面 这个时候失眠 那你要问病人呢 你说你睡得好不好 我睡得不好 失眠 那有没有什么事情困扰你 失眠了 我刚刚离婚 废话了 当然睡不好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 他说我没什么 我什么都很好 就是睡不着 这样有问题 所以你要多问一下 你如果不会多问 你看象也可以知道 看看有事情发生 怎么那么stress 第二个呢 大便不规则 为什么不规则 因为心 和小肠 是相表里的 小肠的速度 我们前面介绍过 脉 一席要四字五字 要常态 心脏不断地波动 这个心脏除了 把热 从中间的心下 一个大动脉血管 进入小肠 除了把这个热 这个热 心脏产生的热 跟着这个血热 一起 一同进入小肠以外 同时呢 心脏波动的速度 也会进入小肠 所以心脏一起跳 四次小肠一蠕动 小肠的蠕动的速度 跟心脏是等速的 所以我们中医呢 你遇到一些外面的人 你不了解中医 我们用的语言 比如说我们常常 自在我们用阴阳表里 虚实寒热 那你碰到一个人 他就跟他讲 阴阳表里虚实寒热 尤其是老外 中国人都讲得不通了 他讲给老外听 对不对 我就跟老外讲 看病我不讲速度 老外还能接受 温度速度时间压力 这个时间不对 你看晚上都在醒过来 都睡不着 速度也不对 那心脏跳跳停停 跳跳停停 大脑小肠也跳跳停停 速度快慢 对不对 大脑会大便不贵着 有时候便秘 有时候下力 那手脚冰冷 心脏温度 当你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温度下降了 温度下降的时候 最明显的出症 刚开始的症状 因为手脚就冷了 因为从末梢开始 对不对 我们轻盈舱从手脚 入身体 是不是伪症 从身体走四肢 是不是急症 所以刚开始的心脏 有问题的时候 手脚是冷的 慢慢从手脚冷上来 冷到膝盖 它就不会冷了 因为膝盖就极限 那时候就四泥汤症了 对不对 我一边帮你们复习 那你手脚冷的时候 开始就要 已经开始治了 不要等到 掉了冷到膝盖上面 到手脚上 这就开始四泥汤 太慢了 对不对 急 那胸口 心脏有问题 当然会凶笨 知道 当你知道这种症状 来判定 心脏出问题了 就是我们用耳针 还有你耳朵也可以查到 反过来 当你给它治症的时候 治的失眠越来越严重 大便本来不规则 还更严重不规则 手脚本来是冷的 后来是冰的 那胸口痛本来是断去的痛 被你治成持续的痛 就代表说 没好 我在看临床的时候 我病人在吃心脏病的药 我就问你 你睡觉好不好 不好 吃了药以后 心口痛不痛还是痛啊 没笑 马上你已经知道 那个笑没有笑 你说老师你那么肯定 因为我们症状很明确 我们很明确 你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会产生哪些症状 你吃了药有没有笑 我就知道了 知道 马上就知道了 你这个吸药 吃了半天越吃 手脚越冷 是什么烂西药 对不对 还给他吃老鼠药 库本根本就是warfarin 好 库本是英文的 我们的brain name 就是他的药厂 他的产生药的名称 你看到那个化学的成分 它是什么 warfarin 然后你就看到老鼠药 什么就是warfarin 很烂 好 那 这个药吃下去以后呢 如果吃aspring 或者是什么东西 酸性的药 它不但 酸性的药 不但会破坏到血管 同时呢 这个酸累积在身体里面 胰胀啊 胰胀 胰胀就是酸来的 美国人每天 说我一天吃一片aspring 可以预防我心脏病 胡说八道 你说我为什么知道 胡说八道 我们不需要像化学家 去检验什么东西 你相信我 西药厂呢 它是拥有世界上的化学家 它终终给它控制 他们都给它受聘于它 所以你怎么会用西药厂的东西 去找化学家来评论它没有效 绝对做不到了嘛 你不需要 你吃aspring吃了半天 越吃脚越冷 代表药没有用 讲完了 有没有道理 你吃我的胸皮的药 易负之产 你看看你热不热 任何东西能够让你脚热起来 代表有效 一讲完了嘛 那我们一热起来的时候 有什么好处呢 你如果动脉血管里面有堵塞到 两种情形堵塞 第一种是里面有东西越来越厚 吸收胆固醇 胡说八道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是血管太窄了 缩小 这两种会造成 血管会堵塞 我们用热的药一下去 这是寒嘛 寒是不是缩 是不是缩小 对不对 这个呢一热就融化掉了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苦温化湿的方法 那温病的不敢用抛肤子啊 不敢用柜枝啊 我们大记得看 原因就在这里面 好 那你如果说你吃了这个老鼠药 或者吃阿斯普林 让血液变息 吃这些吸药呢 同时会把血管破坏掉 所以当病人在吃这个阿斯普林或者是老鼠药的时候 轻轻一撞就一块淤血 病人跑出来的时候手上都是淤血 好像被刚刚大架打回来 就是淤血 一看就知道 吃老鼠药 我说我就跟病人怎么讲啊 我说你用卡姆赛斯想 现在你手撞到这边出个淤血 在这边没有关系啊 淤血到脑部去呢 当常就死掉了 就脑淤血 所以脑神经科的医生呢 非常不赞成是阿斯普林 吃酷母的 心脏病的医生呢 心脏科的医生 多吃一点 这两个医生都自己吵架 中医生你们两个通通错了 不需要 我们开厨房给你看 我们开厨房 怎么开厨房呢 很简单 失眠 黄霖阿娇汤 注意看好 苦温哦 原则都在这里面 老师 胸闷 白勺不要用 对 好厉害 白勺拿掉 不要用白勺 胸闷 按照金方的原则 就是顿外胸杆堵塞 现在就是少掉这个 我很讨厌门槛 门户 不要有门户之鉴 你们大家以后结婚 我帮你摆风水 白来你们没有结婚 从中去结婚 不要有门户之鉴 不可以 这门槛害死人 所以你用 不要用白勺 阿娇 就是 这门户之鉴 谷啊 对不对 胸门 胸痛 跪姿 治甘草 好 手脚冰冷 泡腹子 好 已经快出来了 对不对 老师 他在血管里面读到 穿穿穹是活血 刚好跟西的方想法 想法正好相反 穿穹吃下去以后 你看病人很好玩 本来这个 出诊的时候 你看病人手上都晕血 吃了你的穿穹 下去以后 一个礼拜以后来 哎 晕血都没有了 血管都恢复了 好 厨房开好了以后呢 这个腹子很热 下去就让他 好 让他打通 这个时候你说 老师啊 我可以多加点单皮 那这个女的是我的情敌 我刚才加点桃仁 吃完那个 那个 新增豆很多 新增豆很多 但是呢 桃仁也会 活血化育啊 对不对 所以你是女医生 看到这个女的 开点桃仁 当场那个女的 吃完药 心脏很好 就变得很丑 都是豆子 你当医生 心脏还好一点 好 那已经厨房开完了 那你再看他 胸口痛 心胸痛 对不对 紫石 好 胸门 已经配上了桂枝 配上了副子 一定 穿穹 单皮 这就够了 这病人已经好了 老师 这个药下去煮 病人正在发病 怎么办 下针 公身内关以外 像 魏军的 警主薰下满 所以下 魏军的利对穴 好 如果心痛 在左边 下右脚的利对 在右侧 下左脚的利对 正中心痛的时候 你公身内关下去 痛就去掉了 因为警主心下满 利对却下去的时候 病人会感觉到 他会告诉你 医生啊 这个针钓吧 好舒服啊 为什么 我感觉到里面 有个人拿扫把 好像在扫地一样 在牵我的心脏 你这个厨房还没有吃啊 病人就好了 增加率病人就好 已经打通了 速度就这么快 你如果说 我人生发胃 我很详细 给他做动漫 做bypass 绕道手术 当然坏人 我就给他去做绕道手术 这个 我告诉你绕道手术 这个你如果堵到了 做个绕道手术在这边 我告诉诸位 你不要做 你自己都会做个绕道手术 人体自己会做个绕道手术 为什么 他血过去 挨 挡到过不去了 他就会绕到旁边走过去 人你自己都可以做个绕道手术 你不劳 你开刀 好 那我说那我放支架 好 你放支架 你支架放进去以后 固定在这边 你知道有多少人 支架松脱 松脱了以后 支架像一个箭样 直接射到心脏 当场就死掉 有多少人死掉 知不知道 他就不告诉你 所以西医呢 西药厂是 报喜不报忧 好 所以你放了支架上去以后 当场你就变成 这个活的炸弹 随时那个剑的对 你装了 有个人装了十一个支架 十一个剑 对了心脏 那我要去引发它 很简单 我要去引发它 只要让它生气 就砰 好 十一条剑就穿心 那也不是我把它 害死 你还说死亡这边是 支架松脱 刺到心脏 对 就这种 我们在治疗动脉胸感 堵塞的时候 这个处方 跟刚刚动脉胸感硬化 关状动脉胸感硬化 处方是一样的 处方是一样 那如果说 你说老师这个 这个汤剂很麻烦 我们汉塘77号就这样来的 那李渡畅上 你用汤器这样做的时候 速度快到什么程度 我刚刚跟朱伟讲过 薰是君主之关 根本就是立竿见影 我最严重的病人 从北弗尔达开了 四个小时车子来 他是三根动脉胸感堵塞到 手术都安排好了 好了 要准备上手术台之前 要检查身体 一查 他西医发现到 哎呦 这个人肾脏 一个肾脏功能没了 只剩一个肾脏功能 医生自己把手术cancel掉 你不能开 为什么 因为你肾脏 只有一个肾脏功能 另外一个没有了 那如果你开的话 硬去好 手术完你就洗肾 硬去不好 你死在手术台上 所以西医把它cancel掉 那你说 需不需要中医的治症 那么中了病人 症状功能没了 跑来找我们 针一下去 当场就好 公升那一关 他从下个月二十分钟后 其实针 他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们针一下去 痛已经去掉了 起来以后 他跟我一起走了 门诊那边 他就跟我讲 我刚刚从你的停车场 走进来的时候 每十步停一下 要喘口气 短气 现在直接走过来 没感觉了 药了还没吃了 药还没有吃 那我请问你 你相信西医的 你说我心脏病 我不要给中医治 那你有一个伸张功能没了 也不能给你开刀 也不能给你装支架 也不能做bypass 请问你你怎么办 反过来 伸张功能不能开刀的 我都能治好 可以开刀的时候 我可以治得更快 有没有哪个不合理的呢 对不对 比你更差的 我都可以当场治好 那你肾脏两个好的 我治得更快 所以以后把这一套 心脏病的治疗方法 学出去 这个救人与危难之间 像这种心脏病的治法 包括我们的屋头上 治疗那个 内风湿性关节 都是mercy 都是慈悲的药 如果有神佛 这就是神佛 这种心痛设备 你如果用雾霉刺势 雾霉刺势玩的话 都是一剂之 金方在吃的时候 都是一剂之 没有 你按照我这种方法 不可能说 你吃了半天 大病越来越不贵 手脚越来越冷 还有一种情绪 我要提醒你 这个是要 你心态上要突破的 平常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老师啊 肆逆 手脚冰冷 对不对 冰冷冰冷 越吸越冷 冰到膝盖了 你们一看 这个是肆逆汤嘛 身负 身负子下去 结果开到身负子下去 山前啊 下去越吃越冷 很少 偶尔会有一次 就像我上次 帮那个大胖子 那个女的 那么阳明照热 解发那么照合 一派热症 没有寒症 我石膏八两 十两 十二两 十四两 开到我的笔的毛 手笔都顿掉了 它还太热 对不对 火大了 我开身负给它 一吃下去 它站在太阳底下 就是忽冷 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你用寒药才行哦 热药本来是治疗寒症 这是正确的想法 但是当你热药一直下去 没有办法把寒 退出来的时候 让加重重用寒药 重用寒药的时候 叫做寒极 生热 热极会生寒 寒极也会生热 所以人体呢 是太极 是 好 远转 远转 不是直线 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用 黄晴 黄年 黄博 一记下去 脚收脚热起来 好 临床上 临床上的时候 你可以看 比如说 这个病毒 红白性脑伤 这个会尿毒 对不对 手脚冷的 那毒跑到心脏里面去了 手脚冷的 我们要去解毒 黄年是不是解毒 就是这意思 好 所以寒性的药 用在极寒的时候 会生热 这个心态上要突破 很难 很难 所以你去看 就像我要看那个大胖人 那女子那么胖 大概是我的三倍 现在来说是四倍 当时是我的三倍 那我去开主方给她的时候 我就开她手软 对不对 可是 我后来想法是对的 一转身负 她就受掉了 哇 好开心 好 开心 这个 临床上自证的时候 好 那 你除了针就以外 可以买耳针 买耳针新点 再加上吃刚刚这个药 那这个病人吃完药呢 后来大概十天 她写个传证给我 因为我给她吃两个礼拜药 她写个传证给我 她说以前我十步就要停下来 对不对 呼吸一下 人都走不动 脚都没有力气 这个周末呢 我跟我太太 她女孩子喜欢逛街 那先生就跟着旁边去逛 逛了 走了几米 她说我的心脏都很好 太太周末没有关系 因为女人喜欢逛街 天性 那她没感觉 天生周末 她说我心脏真好 那周末 她这种情形你怎么处理 对不对 她愿意接受开刀 问题是心意也不给她开刀 对不对 好 那你现在听到我讲了 听到我讲的这些东西 那你是心脏科的医生 如果你在医院里面 你看到这个病人 不能开刀 你怎么办 你回去吃老鼠药 你刚刚告诉我 前面这个必须要开刀 做bypass 现在就说我不能开刀 要给我吃老鼠药 那当初为什么不给我 直接吃老鼠药 也不要检查了 对不对 都是你说的 结果回答还是 就死在老鼠药上面 对不对 死在脑医学 就是不讲中医治 就是没有德 我们当医生要的德 钱赚的方式很多 绝对不要去赚那种钱 那临床上的时候 所以症状 真理的东西 是正反两面看 都是对的 我们正面看的时候 病人有心脏病 失眠 手脚病人 心脏痛 心胸痛 大病 不规则 你把它治好了以后 一直到手脚回温了 可以睡觉了 胸口痛了 没了 对不对 大病也回归正常 就可以停药了 因为它好了 好了 好了 病人常常要保持开心 保持开心 不能误住 误住一开始了 又开始胸皮了 我们又开始从头开始了 又出症 又回来了 到了乌头市 还没好 我们等下回头 那一般来说 动脉胸肝会堵裁 会硬化 临床上看的时候 都是这个病人 的确是爱吃油炸的 所以油炸的就要少吃 所以美国的食物 你要小心那个炸薯条 不要吃烤烤烤烤的 就是bake 外面的 你把那个 就不要吃油炸 炸鸡不要吃 吃那个烤鸡 或者是蒸的 这个 这个 病人还有一个 旺诊 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病人会出现这样子 眼睛鼻子 两拳呢 是红的 刚开始呢 看到是粉红 这两个犬呢 不需要 涂塞 这个什么 你们女孩子 什么 塞 塞红 不要去涂塞红 男的还涂塞红 对不对 女的男的都是 塞这边都是红的 刚开始是粉红 那你帮它治疗了以后呢 这红的慢慢退掉 两颊这边慢慢退掉 你如果越吃它越红 越来越变成暗红 变成黑色的 完蛋了 到准备发心脏病了 准备发心脏病了 所以说 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病人的反应如何 最标准的 正常人呢 当你心脏恢复的时候 心和肺 之间的关系 是这样子 肺呢 心脏这边 肺是冷的 心是热的 好 冷的呢 反而是阳 热的呢 反而是阴 你手掌拿起来 我平常查病人 就这样查 病人手伸出来 我现在一握 手掌是温的 手背是凉的 这个病人的 这个手这一圈呢 这阴阳交界的地方 正好上面是冷的 下面是热的 这是最正常的心脏 你如果摸上去了以后 发现它这个热是透过来的 或者是凉是往这边透过来的 都不好 都还没有好 所以我们常常这样 一握病人就知道 这个阴阳 胸部的阴阳 有没有平衡 马上就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还没有 现在不管西方科技怎么发达 没有仪器说撤离阴阳 对不对 有没有撤阴阳的仪器 没有 中医的 中医不懂阴阳 又不能看病 对不对 这是撤阴阳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常人的时候 手掌 你摸上去 手掌是热的 额头是凉的 所以你摸他的 手掌碰在一起 他额头 病人的额头 两个做个比较 你感觉到 他的手掌热的 额头是冷的 这个病人就正常了 我们有些学生很笨 这个手去摸病人的 手掌 这个手摸他自己额头 你跟不净通压讲 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 懂不懂我意思 这种笨蛋也有 好累哦 所以我们训练学生呢 也是时常有一些 很麻烦的地方 不晓得怎么教 所以要一点common sense 要一点common sense 这种情绪 我们就可以马上可以测到 还有呢 像那个堵塞的情绪的时候 很好玩 在手上呢 我们就是心包筋 对不对 手指头会刺痛麻痛 像我们不管他是心肌梗塞 或者关状动脉胸管硬化 或者关心壁 或者是动脉胸管堵塞 症状都差不多 处方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在临床呢 我刚刚一直在跟周伟讲 用针灸跟药 应该是立竿建议 所谓立竿建议就是 针下去病人当常在病床上 痛就疏解掉 回去煮了药以后 第一碗喝下去病人就很好了 这才叫立竿建议 你如果不懂药 只光用针 那这个人离你家四个小时 车身 你让他住在你的附近 每天针 有没有效 绝对有效 绝对有效 但是要针很长的时间 针到他手脚热 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 可是你如果是用汤药 跟针来针药配合的时候 他吃完第一碗药 脚就热起来了 那如果现在看 我们开的处方是那样子 那你如果不会用泡腹纸 怎么办 病人呢 我看那个泡腹纸 我一时候开三千五千 都是起价 我都开到八千一两都有 都好像加上便饭一样 那你如果计量不敢用 那怎么治得好病呢 就是苦温 化湿 大家还没什么疑问 下一堂课呢 我们要介绍富满 寒散 素食 那经贵的慢慢慢慢 进入更深的地方 那刚刚讲的前面 讲的心脏病呢 这位记得我的话 你只要会治心脏病 刚刚的处方呢 跟七种癌症 乳癌 澎湾性狼藏 肝癌 肺癌 脑瘤 淋巴癌 都有关系 因为这些都是心脏引起的 所以你会治心脏病以后 所有因为心脏有问题 产生了其他的变症 其他的症状 其他的癌症 什么通通在这里 可以得到解答 因为你把心脏治好 根源去去掉 你如果心脏病治不好 没有办法治好心脏 其他的病不会好 所以我们明知道是心脏在管女人的月经 那你心脏治不好 你如何去把月经调正常 有没有道理 所以中医的观念是正确的 是要一起成型的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在治疗心脏的时候 病人小肠的功能会恢复 小肠的热恢复的话 子宫卵巢的热能就恢复了 所以就算你子宫里面有病变 照样怀孕 照样怀孕 那你要需不需要就看里面 有没有什么肌瘤 有没有什么水瘤 不需要 正常的女人就是会怀孕 她本来不会怀孕 把她制造怀孕 代表你是对 所以如果要生 要用中药 要死 要止息药 老实际你就死得很快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心脏 光是这个心脏病 关系到后面非常多的癌症的问题 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 一 二 三 四 对不对 第五个在胸口 在胸口这边 正中间是你的弹中穴 握拳不要碰到心脏 胸口 下半身绷紧 上半身续续 肩膀不要沉肩 肩膀不要提起来 不要这样 下半身绷紧 做四十九下 这就是第五个动作 好 明天见 我们今天开始的我们先补充一下 好 心脏病方面的东西 那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好 我们在中医呢 分两个地方有问题 一个是外 一个是内 这个外呢 就是你们看到了金柜里面的胸皮病脉症 那结构有问题 当我们遇到结构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刮楼时 书上是用这个刮 而你如果真的写这个刮是一样的 一样的东西 不要去那么斤斤计较它 还有呢 子识 子识呢 能够心包周围的诗 好 去诗 蟹白 这个蟹白这个药呢 心味好像大蒜的味道 敌弹的力量很强 好 敌弹的力量很强 所以心脏周围 心脏周围 这个心包里面的有机弹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这个这些的处方 那如果是水的话 水停在心下 水是它五孔不入的 比较重 坛呢可能会连在周围 但是水一定会停在心上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出什么 福灵啊 去水 杏仁 福灵杏仁 干草仓 就是为了心脏里面 有积水的时候 我们在使用 使用它 这就是前面经方的 我给大家重新复习一下 如果里面的Valve 弹幕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这些鼠方 还有呢 周围有弹湿的时候 都会用 所以你看了半天 整个它的架构 讲的就是心脏的结构 跟心胞周围的 基本上你有这个概念 内 就是心脏里面血有问题了 血管里面堵到有问题 这个呢 也会有胸闷 这个呢 也会有胸闷 但这个胸闷呢 是胸痛 而且它的痛呢 是非常的刺痛 像刀刺一样 这个胸闷呢 也会痛 但是它的痛是 像有虫柱 好像有虫在 在胸腔里面跑动 心痛痛到后面去 后面痛回来 心脏前面痛痛到后面去 后面痛回来的时候 都是弹在里面跑动 纵阁墙里面跑动 还是属于这边 还是属于我们那个 乌美赤字子丸 金方里面写的是乌头 赤字子丸 实际上我们是用乌美赤字子丸 那原方呢 是用身负 但是我真的处方 我在我们的 我自己做的 我是用泡腹在里面 因为有时候 我们给人家 这个玩技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它会乱吃 对不对 实际上用泡腹的时候 一样会好 一样会好 那如果是 像刀刺一般的刺痛的时候 而且刺痛是持续的 它这种 动脉血管里面有问题 有堵塞到 或者是血管硬化 或者怎么样 它这痛呢 都是持续的 而且是强烈 剧烈的痛 这一种的痛呢 像刮楼师 紫石啊 泄白啊 柜姿啊 这种都是闷闷的痛 闷闷的痛 要不然就是 痛到背后去 再痛回来 弹饮的 流动的痛 那如果是 这样子 它会像 好像重住 重在里面跑一样 那就是弹在跑 你如果是 动脉血管堵到的话 它不会 它就持续一个地方 持续在一个地方痛 因为它堵到那个地方嘛 就持续那一点痛 所以从这些呢 也可以分辨出来 是里面血管堵到 还有舌头也可以看到 如果是弹丝的时候 舌头呢 上面比较白 比较厚 舌头比较肥大 那如果说是 有心脏里面 有堵塞到的时候 舌头 舌胎上面呢 可以看到 有齿痕 有齿痕 或者是有地图样的舌 有个洞啊 凹个洞 地图样的舌 这代表心脏 有堵到 动脉胸肝又堵到 动脉胸肝堵到的时候 我们处方呢 就像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的 穿穹 你可以用大器的 大量用穿穹 单皮啊 这种活血化育的 更吃痛的话 你可以加红花 红花 红花 那像 我们因为入心 入心 苦味的能够入心 所以黄情黄年 等于是除了苦味的药去补心以外 同时是导药 我们的君臣佐死嘛 可以把活血化育的药 借由黄情黄年 导到心脏里面去 好 活血化育 所以说 那用阿娇为什么呢 阿娇 因为我们在 攻血 金方呢 我们在处方的时候 攻的同时呢 补他 攻补 同时来 运用 你不要说光是攻 光是攻的话 那病人本身如果 他本身有贫血 或者血不够 你要需要去补他 所以补蟹 我们同时能够兼顾到 这种都是很好的处方 很好的处方 那如果说你遇到 这个人同时有 动脉旋感又堵到 同时呢 又有 结构又有问题 换句话说 这个人第五罪有压痛 耳朵里面的耳朵 心点也有压痛 那 你可以两种处方 放在一起使用都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 我们会用到泡腹子 泡腹子 跟生腹子 这两个 有差异 一般来说 我们用到泡腹子的时候 大部分 我们会开生姜 在里面配合的使用它 生腹子的时候 我们会开到干姜 那这两个的差异 在治疗心脏病的差异呢 泡腹子的时候 是心足五叶 心足五叶 我们的汗叶 所以当你心脏 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倒汗 或者是不正常的流汗 心脏有问题 那 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用泡腹子 在经方里面 我们如果可以发表了药 在上行论里面 你发表发太过 的时候 桂枝汤要加泡腹子 为什么 就是收表 怕经液丧失太多 那我们这个处方的时候 会用生姜 用到生腹子跟干姜的时候 是心脏已经没有力了 没有力的时候 心脏波动了 产生的热能没了 也就是心脏还是在波动 但是 我们正常的波动是 那么强 产生了摩擦的 深的热 他的心脏是这样子 一点 等于是 摆空了 这个空转 空转的时候 他的心脏温度不够 火不够的时候 没有办法 透达到四肢上面 这个时候 产生了四逆症 四逆症的时候 手脚开始冰冷 冰冷的极限 就是我们走到手肘 膝盖 脚到膝盖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胜利痰症 胜利痰症 身腹子跟干姜 这个是救腻的 实际上是救心脏 让心脏摩擦力产生 心脏的热能够回来 那我们治心脏一定会治到肺 所以干姜本身是温中的温肠胃 但是干姜就入肺 所以我们上脚寒的时候 肺寒的时候 我们是干草干姜汤症 我们用干姜进去 这个肺里面上脚比较寒的时候 这就是它的差异 差异的 那两个都用治干草 干草治过以后 干草本身是甜味的 你用蜂蜜炒过以后 甜味炒过以后 炒比较熟一点 才有苦味出来 那苦味是入心的 入心这样 那又有干味在里面 所以它干草能够强心 所以我们这个治干草汤 常常里面的治干草汤 重用治干草的时候 能够治疗心律不整 脊带 脊带 心动剂脊带 我们用治干草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重用治干草 所以治干草本身 能够调整到心脏的搏动 搏动的力量 所以治干草是很好使用的 那一般来说 有动剂的现象产生 我们是如果心脏 动脉旋感堵塞 或者是关心病 或者是这个 冠状动脉旋感 硬化 一般来说都不会有冻剂的 有冻剂的在这个地方 奔屯汤 我们会比如说治干草 我们会加了柜子在里面 如果是旗下剂的时候 我们会加什么 加福林 加福林干草 这就是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 有这个概念以后 你在开煮方的时候就 就很简单了 比如说跑来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 有的人呢 他是 他这个心脏本身有问题 他是情治引起的 那有的人呢 是本身吃东西乱吃 或者是吃到吸药的毒药 伤到心脏 是很多的抗生素 都会伤到心脏 那有的人呢 就是本身有心脏病 诸如此类的 那每一个人来出现的时候 症状都不一样 基本上你用个处方 你如果知道怎么样子 应用的时候 遇到势逆症的时候 你可以用 神腐症跟肝僵 那其他的 老师他有 这个胸满 胸闷 对不对 但是他也没有动脉胸感 堵塞在心下 我们就用这种处方 复方附在一起 这个你要知道治症 当一个人心脏功能正常的时候 就有四大症状 第一个就是 睡眠一觉到天亮 第二个呢 就是大便非常的正常 第三个 手脚是温热的 尤其是脚趾头 你要温热到 身体上最远的地方 就是脚趾的指尖 脚趾尖都是热的 代表你心脏是正常的 心脏 有一点点轻微的变化 不正常的时候 一刚开始就在脚趾间开始冷 那脚趾间开始冷的时候 我们经方 中医呢 就已经注意到了 浮寒 就已经开始动手了 那西医是冷冷冷冷的 冷到膝盖来还是 你还很正常 一定要得到 快发心脏病 心脏就停了 他说你得心脏病 就死掉了 所以他们反应比较慢 所以人不能相信仪器 要相信自己 那这就是 那还有就是 手脚 那个不会麻痛 那心脏 如果有动脉胸 堵到的时候 胸闷 胸满 心痛 同时我已经讲到 手指都会麻 麻木 指尖都会麻 那这种现象 通通没有了 代表心脏 功能恢复正常 所以说你如果是 用针灸 或者用处方 病人一直在进步中间 你都会知道 因为心脏病 非常的重要 那临床上面看 如果一些任何的疾病 跟心脏有关的时候 我们除了开处方 治那个病有关 同时要开心脏病的药 在里面 治疗心脏的药 在里面 让心脏的功能恢复 因为这个病的起源 可能就是来自心脏 尤其我们治疗乳癌 红斑巾囊仓 我们都会特别 特别小心到 要把心脏功能弄好 才会断蹲 好 我们开始 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 第十篇 好 第十篇 这个